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人们第一次能够直接观察太阳系的天体撞击事件 通过这次活动 人们可以更多地了解木星及其大气层 以及木星作为地球的保护者以强大的引力清理太空垃圾的作用 最初 这颗彗星脱离太阳系外的小行星弹 以周期性彗星的形式进入太阳系 根据计算机对其轨道的计算结果 这个彗星在1992年7月8日 由于强大的引力 而离开木星表面4万公里时分裂成21个小碎片 并于1994年7月16日20点15分 开始以每小时21万公里的速度 下落木星的大气层与木星的南半球相撞 形成彗星与木星相撞的天文器官 在多块碎片的冲击力中 碎片剂是最强的 它于7月18日7点32与木星相撞 威力为6万亿吨TNT炸药 相当于全球核武器储备总量的750倍 因为位置很远 对地球没有影响 如果只是在地球上发生 那将是毁灭性灾难 今年8月初 一颗于地球清晰可见的大会形 撞击木星并爆炸 天文学家记录了这一现象的视频 借助这些事件 天文学家可以研究木星的表面 天文学家和狂热的太空观察者 最近观察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 记录了穿过木星表面的短暂明亮闪光 木星左下角难以捕捉的白色闪光 后来被观察者海迪哈姆尔博士证明为 一颗巨大的彗星撞击了我们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木星 考虑到撞击过程中释放的巨大爆炸能量 这将是自苏梅克列为9号彗星撞击木星以来 第7次有记录的撞击木星 由衷的感谢木星为我们带来的庇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